到這一題了,我們就做回因式分解 partA我們直接按formula01 按formula01按3-1和-2 你應該出到兩個數字 一個是1 另一個數字是-2除3 按到這兩個數字之後 其實我們的pattern可以這樣想 就是不知道多少個m- 不知道多少個n乘2 不知道多少個m- 不知道多少個n 例如我們有一個數字1的話 其實我們的做法就是 把這個1放在後面 所以你就會有m-1的n 成為後面 後面你看到是份數 我們可以這樣想 一個叫份子 一個叫份帽 我們就可以想成為 把份帽放在前面 即是下面那個放在前面 那你可以怎樣想呢 就是份帽就是媽媽 媽媽就走前一點 所以就放在前面 所以3在前面 剩下的-2 就要放在後面 所以這個-2就放在這裡 所以最終的答案就是 m-n 然後就是3m-n 乘3m-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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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就變成m-n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我們要找到同類項 現在你抽完負一之後 我們才有一個 m-n 是一個同類項 那你才可以再抽出來 就變成m-n 乘2m-n 乘3m加2m 再減1 那就成功做到整個 因色分解給他分了 就是這樣做